屠宿现在每天跟着八条混 真的学会了不少东西 屠宿呢 像握手机长这种技能 他都已经完全掌握了 不过他一直不会用猫杀 甚至犯了跟八条小时候一样的毛病 屠宿 你不杀出去啊你 是不是让你八条大哥为啥叫八条 八条在旁边瞅着 可能是想起来自己小时候 因为吃猫杀少了一条命 第二天他就开始叫屠宿上厕所了 会了吧 虽然八条就释放了那么两下 但是图图居然真的学会了 那一个我就感觉 猫咪之间肯定是有自己的语言的 他们是能交流的 不过八条的活是从来都不会白干 谢谢 吃 教完图图就赶紧跑过来按个吃 然后往地上一坐 瞪着个砍发的大眼睛看着我